到這題了,現在我們有一個框線圖 這個分佈其實是在一班田徑學會的同學完成100米的所需時間 他跟我們講了兩個資訊 IQR是3.2秒 分佈域就是6.8秒 part A叫大家找個A和B出來 都不難,我們首先用IQR的話 他說IQR是3.2秒 即是Q3-Q1就是3.2秒 在框線圖中我們會看到Q3就是B Q1就是12.1,等於3.2 所以很快就會解決到B是多少 就是3.2加12.1 計算到是15.3 然後就到Range 分佈域是6.8秒 即是說我們的大減小 18.1-A就會是6.8 所以我們會解決到A就是18.1-6.8 計算到是11.3 A部分就不難了,到B部分了 現在就這樣說了 這一班同學就參加了一個訓練計劃 那就是說經過這個訓練之後 我們原本的那個最長時間 最長的時間 就會是少了2.9秒 少了2.9秒 那你要留意著,我們不是說最慢那個人 最慢那個人 就直接快了2.9秒 因為他可以快得再多一點 我們只是說在新的訓練計劃下 最長的時間 是比18.1秒 是少了2.9秒 喔 看到來這裡的時候 即是說我們那個 New Longest Time Ticken 就應該直接由18.1-2.9 所以你會計到 最新的 最慢的同學 他需要15.2秒 那我訓練師就在這裡說 他說最少有25%的同學 是有改善的 問我們同不同意 那為什麼是25%呢 因為我們可以做一個比較 剛才A part就說了 這裡是15.3 那我們說什麼 最新的最慢時間 是15.2秒 我當15.2是這裡 就是我做過一些比較 那就是說 在由B至18.1 在框線圖 這裡代表25%的同學 這25%的同學 他一定 一定都有進步 去到這個位 對不對 因為我們說 最新 訓練後的最慢時間 是15.2秒 那就是說 原本的15.3至18.1秒 這些同學 他一定都有進步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他就慢過15.2秒 對不對 如果慢過15.2秒 的話 那麼 最慢時間應該就不是15.2 所以如果這班同學 他們一定有進步的話 而他在框線圖底下 真的反映是25% 那他們就有進步了 所以其實這個訓練師說的 是對的 那我們怎樣可以 將剛才說過的那麼多樣東西 表達回來拿個分呢 那就可以直接這樣寫就行了 由於 或者我們說 我們計了個15.2秒之後 我們就可以說 他是小過15.3的 所以 Agree 那就可以了 那你只要很強 只要你有寫清楚 就是這裡是比較哪一個數字 那你不用特地說 哦 15.3是 訓練前的Q3 那由於Q3到 那個Masimum 是有25%的同學 他們小過他 所以他們都有進步 那就不用寫這一段的 你直接說回 你用了最新的Masimum 去比較舊的Q3 那就可以了 那這些他都會密認 你是看得明白 那條問題想問什麼的 那就可以答到他的了